原来鱼洋一个人就能掌管跑男全部效果 开口猪叫声直接让郑凯出现 短短几分钟都给郑凯憋出那声了 跑男让鱼洋当嘉宾算是请对人了 幽默对他来说像呼吸一样简单 听声猜食物游戏 连连给嘉宾提示主打一个抽象 可是把金针菇都给研究透了 鱼洋最神奇的不仅是造狗 而是他和每个嘉宾都有不同的火花 和宋雨琪玩吹蜡烛游戏 这个嘴就没停下来过 体能教练和拉拉队全被他一个人承包了 果然不管什么游戏 于扬都能分分钟给你爆改成喜剧现场 连连综艺效果全靠这张能创飞所有人的嘴 就连杀艺挑战跳台都能被他整出小品效果 我稳不住啊 听你们他喊杀艺别怂啊 没人啊 杀爹一个滑铲扑倒在地 结果又被连连无情吐槽 看给杀爹委屈的只能没事没事化解失误 两人的相爱相杀时刻直接把节目效果拉满 被安排到一组学习挖掘机 就是两个碎嘴子的显眼时刻 和于扬在一组杀艺真是遭老罪了 连连听到自己被师父夸奖 还要毫不留情疯狂捕到杀艺 两人真就是老年祖贤眼包 在一起闲聊都是相声专场 没有一句废话张嘴就是狗 跑男嘉宾都是连连的玩具吧 和白鹿一起抢玉米还差点把人家顶住屏面 但就是如此全面的连连也有被制裁的时候 节目上本想调谈剪辑师结果被baby一句话暴击 大家好我叫雷亚男是剪辑师 他也剪过我们的那个跑男来了 没事别着急慢慢努力会剪到正片的 没关系 你看你都从NPC到了这个嘉宾了 就是了 世俗中药男人无拘无为 我不敢感到哪些四位姑娘 这是你乐的 做人做事 你总是从容面对 果然拿捏渝阳还得视baby出手 不仅帮剪辑姐姐找回面子 还接了连脸的伤疤 连脸内心姨老是求放过 渝阳到底是谁研究出来的 又便宜又好笑上节目能贡献800个笑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